我们经常听长辈说孕妇在怀孕期间喜欢吃酸的会生儿子 喜欢吃辣的会生女儿 久而久之也就诞生了酸儿辣女的说法 那么这是真的吗 首先宝宝究竟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由与卵子结合的精子所携带的染色体决定的 也就是说宝宝的性别在卵子受精的那一刻就决定了 所以胎儿的性别是随机的 跟孕妇的口味并没有关系 因此酸儿辣女的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 至于孕妇的口味变化是由于孕期时 内分泌变化 心理变化 生理变化 以及饮食习惯等多种因素导致的 比如孕妇出现食欲下降和味觉下降 都属于正常的妊娠生理反应 而此时酸的食物和辣的食物可以刺激食欲 起到开胃作用 所以得到了孕妇的偏爱 也就与胎儿的性别无关 最后提醒大家 不管喜欢哪种口味都应适量 为了您的宝宝健康 一定要记得营养均衡 好了 本期世界之最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视频的话 别忘了点赞 分享 关注哦